沾了女色的男人,将先前答应谢之方的那些话抛到了九霄云外,三不五十往两位通房的屋子里坐坐,留宿更是常识。 房里漆黑一片,摸黑走到床边,伸手摸到一个温热的身形,骑行成道找到了些暗夜偷欢的趣味。 怀中人好梦震撼,她从背后拥住她,只觉今夜的女子香软非常,忽然,她觉察出有些微妙的不同。 表哥,是我。 怎么是你?红霄呢? 说话间,她往旁边又摸了摸,果然碰触到另一具女体,呼吸绵长,显然正睡得香。 我近日里总梦到我娘,整夜整夜都睡不好,红霄姐姐心疼我,邀我同眠,谁知。 事已至此,是表哥对不住你,你莫要惊慌,我会对你负责任的。 难道表哥这么一句话,连二便是死也甘愿。 不瞒表哥,自打进府那一事,连二便对表哥心生轻悟。 只是,只是我不幸家道中落,连配不上表哥这般天上的人啊。 如今,阴差阳错,竟然能将清清白白的身子给了表哥,奴司也无憾了。 你先忍耐几月,待我将她取进门,便和她好生说了,纳你为姨娘。 我也是好人家出身,我家鼎盛之师,并不输那位谢小姐。 更何况,宁为品佳琪,不为傅佳琪。 表哥未免看清了我。 谢谢。 谢谢。